贫富差距 我们要讲到实质的问题 其实非常敏感的 因为这很容易 就会激化对立 在1月底 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报告 里面就提出警告说 世界各国的贫富悬殊问题 现在正在加剧中 对全球的经济 还有政治稳定 都构成新的威胁 所以请一张告诉我们 现在全球经济 在这种贫富差距当中 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其实越来越严重 有没有这种 很危险的情形出现 的确就是在 全球化的过程中 因为你有高资本的人 他在面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 他的竞争力会比较强 相较之下 如果你原本就是比较穷 比较是一般的老百姓 受薪接近 可你的竞争力 就没有资本家来得强 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 是连前些阵子 美国有占领华尔街运动 即使连美国都出现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美国人普遍脚税比我们更重 因为他社会福利比较好 即使连美国都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说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会使得仇富的这种现象加大 尤其是贫富差距 也许本来是个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因为没有好好处理之后 变成了社会问题 因为有人受到好的照顾 有人没有受到好的照顾 有人受到好的教育 有的人没有 社会问题酝酿之后 发酵之后 它就会形成政治问题 那就会进一步的引起动乱 是 也就是说所谓的 1%的人决定了另外 99%人的命运和生活 然后衍生这种仇富的这种心理 1%人的心理